雲林遊民男子跑到警局 說自己懷雙胞胎的太太養水破了 這時候警局趕快名車開到 讓原本的路程縮短了快一半 小寶寶平安誕生 而在臺中烏日 則是有一名八十多歲老先生 他跨越鐵道護欄差一點 被火車撞傷 鐵道旁柵欄 老翁攤坐在地上 警消將他團團包圍 因為距離不到一公尺 火車呼嘯而過 實在有夠危險 你別緊張啦 他就跟你用啦 臺中烏日一名八十多歲老翁 二號下午一點半 誤闖平交道 差點就要被火車撞上 他飽受驚嚇 不敢輕舉妄動 幸好被路過民眾發現 找來警方協助 才會釀成不可挽回的悲劇 另外在雲林 也有雙胞胎孕婦即將生產 警方在馬路上高速奔馳 直接跨越雙黃線 想辦法開得快一點 最後直接鳴敵 事情發生在上個月二十七號 接種戲拍下 有男子衝進警局 說太太快要生產 怕路途車多 希望破例式大人幫忙開道 原本車程半個小時的雲林虎尾若色醫院 最後只花十八分鐘就平安抵達 家宿非常感謝 說距離預產期還有一週 沒想到提前入紅 幸好最後兩個小生命平安誕生 記得台中雨林綜合報導